迷人的席叶藤如续绽放 角枝成浪漫的纸染色隧道及花枪 随手都能够拍出美景 吸引民众前往闪花 他们这里很有特色的是 让我感觉是他们的席叶藤 这个席叶藤是小小的紫色的花 但是它会非常的满山片蕾的 就感觉非常的有这个罗曼蒂克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可以值得来一游 你只要花枝漂亮的时候都来 在这个花期期间 希望分享给每个喜欢花 漂亮的紫色花的朋友分享一下 真的很好看 大家一定要来 这处在中廖巷永芳村的席叶藤花景 是原主栽植茶花杜鹃时因喜爱止射 所以在周边开始种植大量的席叶藤 在花期期间免费开放园区外 还帮助在地的小农行销農特产品 现在就看到了 大概还有一星期 组油就会满开了 差不多四月中旬 尽情都还很漂亮 石叶藤里面像烟火花 土冠 地灰 这些都有 去那里面 参观看 回忆的时候 有游客来 就叫附近的小农们 有什么农产品来 哪里这边卖的 让他们有一点微薄的收入 不然也农产品 多少少一块 先缘蔡明轩 感谢原主大方开放 共民众赏花 并且也结合在地小农 间接带动中寮的观光热潮 促进地方经济的火络 我们也会去很多UK 来这里打卡 所以可以代表 如果有一个好的景点 就能带动我们这里的观光 也感谢我们的原主 今年特别开放大家 可以来这里参观 也提供我们在地的 農民在那里的農特产 间接带动我们中寮 另一个观光的热潮 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 要来到中寮来这边游玩 也是希望我们一起来推广 这种另类的一个观光的 一个方面的一个推动 让我们地方可以更好 往年到这个时候 已经满开的西叶滩 今年在气候影响下 花期延后月一个月 原主表示 在一个礼拜 西叶满开止暴 景色更迷人 欢迎喜爱闪欢的民众 前往游玩 记者黄一伦 总的相采访报道